因為陽化膏基本上它沒有 就是遇到我類似眼光的效果 然後它可能就是說反射的光 它那個會很強烈 所以說你看起來就會很白 你們現在用的氧化膏是有 就是白色還是有顏色的那個氧化膏 所以說有時候你們用這個浸泡之後 有時候你可能會得到一個很不錯的底色 有時候你會覺得氧化膏出來的那個底色不是很好 但看你可能是用的不同的氧化膏的材料會有不同的效果 所以非常重要的是 我們需要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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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需要一個 Wash Bag 能夠得到一個很好的 Retention 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我要讓它塗上去以後 能夠產生就像我們有自然牙的螢光的效果 它要產生這個螢光 另一個是 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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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能不能嗎 確定 對 來吧 沒問題 所以 如果我們有白色的底色 我們有兩種可能性 可以改變 第一次我們可以改變 一個畫面 那如果我們只是白色的底色的話 第一個我們可以用那個畫面 就是 有點像Liner 那個基本的底色 顏色 這個 這個 可能就有點像A3的那個 顏色 顏色 這個 顏色 那 我們這個的話 我們如果要稀釋 我們可以用它的一般堆磁的 專用液 就是 一般堆磁的 專用液 一般堆磁的 一般堆磁的 專用液 那麼還要再加一滴 油水 油水的話 它能夠就是說 讓你在操作的時候 會很方便來操作 油水 所以如果用這個 我們只會用它 顏色 可以看到嗎 可能 比較近 你要把它近一點 有時候 它推的時候 你要近一點 有時候 只要塗上色 只要塗上色 所以 大家可以來這裡 來看看 看 它看起來 好 OK 它只有一種色 很細 這個 你要很重要 就是要薄薄的塗一層底色 所以 然後 然後 這個 已經是白色 你看 這個 裡面是白色 但塗過 那個 奶了的話 它整個顏色就有出來 你看 這個 現在就是 如果用白色 還有 另外的機會 是 另外一個 他們現在有一組芯 另外一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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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你可以 塗 這個 是一個 叫做 Innova 9 新的 Innova Nail 它這個 也可以 來這個 上面做 你看 你也可以 塗 你也可以 激化 這個 它 可以 增加 它一樣 可以增加 你的 底色 色彩的 濃度 所以 你要增加 它的色彩的濃度 你可以用 Innova 5 泡 這個 這個 就是 燒完之後 就剛剛 我現在做的 這個情況 你燒完之後的情況 你可以看一下 OK 可能 他們可以看 看 這個 是 白色 如果我們把 白色的話 我們直接用這種方式 去燒 Nighter 跟 加上 Innova Nail的話 這個 這個 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是我們現在刷上去的那種感覺 就像這個樣子 So The difference is If we have Color Zirconia So Color we have already 如果重點 如果說 我們已經有浸泡過 那個浸泡液 有得到一個 譬如說想要的 大概的顏色的話 So We can eliminate color We only need retention and fluorescence 那麼我們可以 就不考慮那個顏色 我們只要就是一個 retention 跟 螢光的作用 And retention and fluorescence we have here in this frame shade neutral 那如果 當我不需要用 再來增加它的 顏色的色調的話 我可以用那個 frame shade 它有一罐就是 那個 Fs Nt 它這個 Nt 這個是中性的顏色 那這個的話 它就不會改變你的色調 所以這就是 pre-mix powder 它這個是已經 調拌好的 這個膏狀的 你就可以馬上拿出來用 which you can dilute with one of these two liquids inside if you need more moist 那它這個 可以稀釋 就是它整組裡面 有一罐 就是這兩組都一樣 它有那個稀釋的液體 就是它的 它這罐液體 我們可以用來 稀釋 so if you make it if it's too fat too dense you can dilute this with this liquid mix it well and then you have and then we take it 如果覺得太濃 或是比較黏一點的話 你可以稍微 加上這個液體之後 稀釋之後 我們把它加上去 然後這個的 這一罐剛剛講的 作用就是說 它是增加它的 retension 跟增加它的 螢光效果 一般我們氧化膏的話 基本上它氧化膏 它是沒有自然壓 螢光的效果 它用這個 frame shade 的的話 這個NT 這一罐是沒有顏色的 但是它加上去以後 它可以增加它的 retension的效果 跟它的那個 螢光的效果 所以這裏只能夠 0.3 這個的話 頂多一層 頂多到 0.3mm which is fluorescent and gives us a connection code to the ceramic 然後它的同時 它會增強一個 就是結合 跟氧化膏 磁粉的一個 結合的作用 那這個材料的話 我們會到時候弄起來 以後 在爐子裡面燒 860度 停留一分鐘 像這個樣子 你各位可以看一下 and then after the firing it looks like that 那你可以看到 就是剛剛這個 就是說燒物前 像這個樣子 燒完之後 就像這一個 它拿起來 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 那意思是我們有一個 很薄薄的一層的那個 就是那個 底色的一個 就是這樣 褲上褲蓋一層 很薄很薄的一個底色 就是這樣褲上褲蓋一層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Innova的 加強組 所以如果你的 frame is now OK if the frame color 是OK 你可以開始 製造 那如果你這個 底色的話 如果是OK的話 那當然 之後燒過之後 你就可以開始 對 如果你要做一些 小的改善 你也可以拿 新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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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 它這個 除了一 所有的染色 它有一個 顏色的 還有一個 就是增加 chroma 它有ABCD 第四個色調 然後你可以增加 你看 這個 你看 也可以刷在這上面 因為你燒過之後 你覺得說 有需要增加 它的chroma 它的彩度 讓它更好一點的話 那你就加上 A的這一罐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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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keup nail 然後 塗上去 對 對 790 780 然後 你會有 對 那這樣的話 你燒在 差不多790度 左右 那你燒完之後 你就可以得到 一個正確的 要的chroma 正確的 彩度的 底色 對 在這個情況下 你也可以 激化 這裡 像這個chop 譬如說 它靈體的地方 或者是 舌側的 你也可以 改善 你都可以加 那就看 如果你需要 你就可以 在這個時候 加這個 比較增加 它的chroma 藍色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沒有改善 改善 我們會討論 這個產品 然後 我們會開始 調整 那麼 它這個部分 它會 現在跟你講 比較多 它待會 它會跟各位 再做詳細的介紹 那我們現在 就是開始 就是說 我們這個 CREATION ZI的 洋化告 磁紋的堆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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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很重要的 要知道 鋁紋的尺寸 哪裡 那 這個 鍵的話 讓你知道 我在鋁紋的尺寸 就是 它的鋁紋 切端的位置 大概 你到哪個地方 你這個 這個可以導引 大概在哪個位子 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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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延的地方 兩個 切延的角落 就是 近眼睛那個角落 因為 他這邊 是誰 來的 叫做創造的 有沒有人 用創造的 有啊 那個 林 他用 他 是 这就是一个座位的名字 OK 在日本 OK 所以很重要的是 这个模型的维扣高度很高 因为这个维扣的维扣 因为我们维扣的维扣 各位知道 它那个有点 就是比较 比较 那这个现在我们堆的是A2 A2的维扣 然後我再加一點A1 一點點A1加在這個地方 讓我們看起來會比較淺一點點 我們可以放在側面的地方 我們也可以加一點點A1 然後再加一點點A2 然後再加一點點A2 很輕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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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重一點點A1和A2 所以如果用A1和A2 就會加一點點A2 對,你意思是加一點點 如果用A1和A1的點A1 就會加一點點A1 如果用A1和A2的點A1 如果用A1的點A1 然後再加一點點A1 我會加一點點A1 然後再加一點點A1 所以我會加一點點A1 那他一般來講 對他來講 如果你要一個顏色 他會比較 拿淺一點色的點A1 你意思是,如果你想要A3,你會用A2嗎? A2,A3,更加A3,但有些小線是A2 所以這很不錯,因為這部分,從這裡到這裡是很麻煩的 你必須要跟燈的玩意 所以說因為剛剛說到主要的這個主體的這個地方 這邊的話,可能有時候可能就沒有什麼好表現 但是這樣的話,你可能要讓它感覺上有一點比在看的視覺上的話 比較好的效果的話,你可能會加一點比較淺一個色的電梯 不要全部用A3的 那個地方,你可能多加一點那個淺一點的色調在上面 所以這裡,我把A1放在中間的位置,所以我把這個也關掉 那你可以看到在這個有一個很明顯的交界 對,這樣走合 這樣子 你明白嗎? 對,明白 所以這裡是一個很重要的步驟 這個一個很重要的這一步,在各位就是說在這個 所以這裡是完全是我們的修繩 基本上就是大部分主要的一個我們就是在摺側這邊的一個主繩 所以你現在用的是什麼呢? Denemos 這是58 你可以看到它用到的這些顏色基本上它都會擺在這個後面它剛剛挑出來的東西 OK 然後我們要重視乎到訊息 這需要地在0.8 till1見て 跟這 crush研究之間 是0.8 0.8 所以這個你們要ences-1.8 這個要重視1.8 Bring it to no? 这就是说你要控制到它这个尺寸 让它收缩的大概要差不多 堆多大大概让它收回来就刚刚好你要的那个 我们现在把对冠剂的尺寸稍微用笔把它刷往下刷顺一点 好,然后在背后我们可以再加一点 现在我们已经在背后,现在我们可以变化 那么我们底部的,就是从背部到这个地方大概这个差不多都ok了 那我们就可以前面 首先,我会想做一个比较软的位置 所以我会放在这里,这是一个白色的尺寸 那这个是有点像珍珠效果的火浪纸,叫PS0 它是用PS0 那这样的话可以比较就是说它的颜色呈现出来 所以它会变得更明显 那这个的话可以增加它的亮度,你知道 就是说你让这个PS0加在这个地方 它可以增加它会明亮一点,做出来的牙齿就会明亮一点 那这个它旁边再加一点那个58的火浪纸 现在如果你想要的话,我们也可以变得更明显 如果你要的话,你也可以增加一点特别的颜色 增加你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一点的蓝色 这是Innova 这是Makeup Nail 它这个是Makeup Nail的蓝色 它这个地方,如果你... 我们可以洗它,所以我们必须要小心 因为这个瓷粉是湿湿的,所以说你要小心一点 就是说你要... 你要蓝色的话,你要很小心的放 因为它会... so we can infiltrate here a little orange 那你这个地方加点橘色的,这个东西看你... 就是根据你的需要 very light, you see? 很淡很淡的一点 otherwise it's too much 否则的话你就会变得太多了 你放得太多,颜色会太强 or you can also infiltrate 这个时候像你... 你可以... 就根据需要... 这个东西就是看你需要 你可以加点白色的 so you don't have to do this I show this only because of the new colors, ok? 因为它... 为什么会放这几个颜色? 它这个是一个新的颜色 它原来那个Makeup Stent里面 没有这几款颜色 因为Makeup Stent 它待会也会介绍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Makeup Stent 它增加这些颜色几乎可以涵盖 所有你要的颜色 ok, finished 这样就完成 这样就完成 ok, now we can... we could also... take a... MI-65 是Marmelon or modification powder 那这个MI的系列 MI从61、63、65这几罐的话 它是一个Marmelon的一个... 它这个比较深的橘色的一个加强度 所以我常常用这个... with a... with a dentin 那它会跟那个Dentin 稍微稀释一下,不然的话你放下去可能它会太强烈的感觉 HD53 here which is an orange translucent powder i have to smooth the load here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这里有一点橘色的效果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会放点HT53 好,接著我們可以去Palletel 在舌側這邊 這個地方你可以看到在Palletel的地方 舌側這邊的話,我們堆OD32 OD就是Obture Dending 32 這是Opaceous Dentine 還有Opaceous Dentine 這是Opaceous Dentine 它不同顏色的Opaceous Dentine 但是它這個顏色,它用Ob32 如果你要增加Dentine A2 如果用這個彩度的彩度的話,色彩濃度要增加 如果要讓它更暖,我們也可以用這個 如果你讓它感覺 它這個Opaceous Dentine 就是我們零接面的一個Dending 它有兩罐,它的彩度會比較濃一點 然後我們把它封閉這個部分 那就是利用這個Opaceous Dentine 我們會在這個零接面的地方 把它這個縫把它整個補起來 那在靠切端的部分,我們也是把它密合起來 這個縫的話,我們用那個58的法蘭質的材料 這個象牙齒的部位,我們就用AD1、AD2等等 這個就是零接面用的那個象牙齒 那靠切端的地方,我們用58的法蘭質才要把它補起來 平衡,那個要拉近一點 平衡,那個要拉近一點 如果有時候在堆那個太遠的話,你會看到很小 可以,這不用移動,可以調近調遠 你手,就是上面有一個遙控器 用那個遙控器